黑衣男子对着停在路旁的瓦斯货车一阵猛杂 甚至跳起来朝空中踢腿 看起来相当愤怒 新北市新庄区龙岸路与光明路口 14号下午一点多发生杂车事件 警方调查发现杂车的28岁龙姓男子 与货车的使用者是同一家瓦斯行的员工 先嫌龙姓男子帮同事带电修车费3000元 没想到同事借过赖账不愿偿还 男子心神不满才拿囚棒敲破车窗 实际回到案发现场满地都是玻璃碎片 一旁正好有瓦斯货车正在搬运瓦斯货 根据了解当地瓦斯行都会停在这个路口 一不小心嫌犯就很可能会误伤其他瓦斯行 这回被害人虽然不提告 但龙姓嫌犯还是要赔偿货车老板6000元修车费 同时也得面临设委法三月以下拘留 或一万2000元以下罚还 记者王传投文宁新北报道